12月27号下午一点多 坐着学校的大巴过来的 到这之后就是到28号凌晨的时候 就是到了这里 然后到2号的时候孩子才上班 在那个大海市德务第5号 常在那做那个物流工作 到5号的中午我们和孩子通话 孩子还说在这挺好的 就是晚上吧 7点的时候 我正在家里吃饭的时候 孩子就给我发微信说 妈妈我想回家 我就觉得这怎么回事呀 这中午还好好的是吧 他就下午想回家 想回家 我说为什么呀 你总要说一下原因吧 他说他就是犯错误了 物流那边那个负责人吧 说让他明天休息一天 他说妈妈我不想在了 我觉得在这干得特别憋屈 他真实性格就有点内向 然后他就把我拉黑了 我说着说着就发不过去了 然后打电话也不通了 打电话不通 我就赶紧给他们的办主任打电话 然后这个带队老师就去宿舍看了 说孩子已经出去了 说手机在宿舍床上扔着 是一种关机的状态 孩子出去了 然后老师就出去找了 老师没有找到 然后回来又叫全体同学 又都出去找 1月5号的晚上 然后我们就连夜过来 已经到6号中午了 我们过来之后 我们就赶紧找老师呀 老师说他们昨天找了一夜 都没有找到孩子 派出所报案了 然后他们就给我们调监控 好像是17点58 再往后就什么消息都没有 一直到现在9天9夜 我们也不太了解到 因为他才来几天 我们只是对他的一个作业指导 教他这些作业纪念 只能说我们在公司负责他 所以来给他到宿舍了 我们也管不了 一个是我们填写返乡计划 做成会的时候 那时候都已经宣导过 如果没填好 就休息一天 多人都知道 包括他同学这也都知道 在官网上的需要 创ivas 打他的问题